二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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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EARLY EARLY就是較早 就是早的意思 然後I 那是因為它是Y結尾 所以加ER就是比較急的意思 就是比較早的 什麼叫較早的 在這邊怎麼應用呢 其实就是在讲累积 好,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好,例如说 假设在这个地方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会希望算出来 算出来一个值 好 我先简单的去讲一下 这边的一个建档日期 然后数量乘以单价 然后相乘 乘出来就是 等于这个 好吧 那我们不要这样乘 我们就 把这些资料先复制 然后选择信贴上 你要先懂 什么叫做early 还有怎么应用 选择信贴上 我只贴值 然后这边我们是不是要算出 它的一个总价 总价的算法 是不是等于单价乘以数量 好 那接下来呢 什么叫做early 就是累积到现在 累积 这一格当然没有累积啦 这一格累积的话 就是这一格 所以等于它 然后这一格的累积 这就是 对不起 这应该是日期 对吧 日期 不然你看不懂这是什么 好 累积到1月2号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 是一个简短日期号了 好 累积到1月1号 是不是 这个值 那累积到1月2号 是不是 加这个值 再加 累积到现在 所以 截至到1月2号 是不是 这个数值 累积到1月3号 是不是 加这个值 再加这个值 可以吗 依此类推 所以 这个值 是不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怎么算 这个数值呢 它的算法很单纯 就是说 我就直接 比较一下 比较 这个数值 比较 这个数值 它就把 算出来 这个数值之后 是1月3号 它就直接把 1月1号 跟1月2号 还有1月3号 的数值 全部加起来 大概知道 这个EARLEAL 是在做什么事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我们来去 思考一下 就是说 怎么做 这件事情 就是 你电脑 电脑 还需要做 说明 我们多多少少要知道 大概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做法是这样子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这个 累积销售 我想计算 累积销售 累积销售 这是我要做的事 这是我要做的这一件事情 那 累积 累积 其实 accumulate 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 它又不是用累积 不是用ACC 它是用EARLEAL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我当时我在找 我要去找那个累积 你不会算的话 你后面有很多东西 我都没办法算 像客户的 关系 客户表现 那天我们大概只有给你看一下 对不对 但是 你总要 算出什么 在回头率是多少啊 那个几率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要算那个累积了 所以 所以我当时我在找这个累积 花了好久的时间 我的目标很单纯就是 我们要懂那个几率 就是 下次 截至到几月几号 它会 给我们购买的几率 我要算出来 就对了 所以 我是不是要先把那个累积的 一个数值算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计算这个累积销售 所以怎么算 当然就是 这一期跟什么 跟上一期 就是说 这一期 怎么叫做累积销售 就是 这一期 加上什么 上一期 上一期的累积 所以 它的算法不是很单纯的 我只加这一期 我还要加上一期的那个累积 所以也就是 这一期加上一期的意思了 那既然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那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有一个 就是比这一天更早一天 如果 如果单位我们是用日来算 那当然就是早一天 那如果我单位是什么 月 它就早一个月 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个智慧计算 算什么东西 我要去做智慧计算 我要算什么 一定还是那个一个累积的一个数值 那怎么算呢 怎么算 因为它是智慧函数 所以这后面是不是筛选一 有印象吗 筛选一 像例如说 1月2号的话 1月2号 1月2号怎么算 我是不是要找出来 1月1号跟1月2号 这就是在讲这件事 好 那我接下来稍微知道喔 我是不是要去做加总 没问题嘛 所以前面这个加总很单纯 可是呢 我要算什么 好 现在我这边 我是不是要把日期定义清楚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要计算 1月2号 1月2日 的那个累积 累积销售 所以呢 这怎么找出 怎么找出 1月2号 这样可以了解喔 好 这一段就是在找1月2号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喔 好 那怎么找 这就是因为 我因为要特别去找嘛 所以一定要用那个 calculate 才可以达到这件事 那怎么找出1月2号呢 还要包含1月1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用一个叫做Earlier Earlier 你看喔 Earlier 它是不是要去找出来 就是说 这个日期 现在我指定的 是不是1月2号这个日期 好 1月2号这个日期 所以 是不是找出来1月2号了 然后呢 要大于等于什么 大于等于这个日期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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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表格一的建党日期 是不是有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1月4号 可是呢 这个地方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今天1月2号 之前的包含1月2号 好 不只是我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说 我要的这个值 我要的这个日期 我要的这个日期是什么 是 这个 整个日期里面 比今天跟韩今天 稍早的 就是这样子写 好 然后 接下来 这一段是不是条件 过滤的条件 这过滤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哪些是要计算呢 我今天哪些是要计算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过滤了 过滤 好 因为后面就是筛选嘛 所以一定要用 要filter 刮符 AL 好 这样解释 你大概可以了解 earlier是什么东西了 接下来 我们就实际的来去算算看 看能不能算出这个数值了 好 那 那当然就直接在我们的POW BI里面 然后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建档日期 建档日期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以日为单位呈现 那是不是要点它 再点它 再点它 好 然后 放销售额 用资料表来呈现 可以哦 就是 1月1号 1月1号它的销售额是不是 这边200多万 好 我为了商客方便 所以我一样把一般里面值稍微放大一点 来去观看一下 好 200多万 对不对 那1月2号怎么算 是不是应该是200多万再加这个11万 就变成280多万 好 要算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怎么算这个数值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那个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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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算 新增量值还是新增 新增量值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累积 累积 销售 销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我们来去做 calculate 是不是要去算加总 一个总值 总值 哪一个的总值是不是 销售里面的总价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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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是一个计算 计算 然后 豆泡 接下来后面 是不是要放那个过滤的条件 过滤条件 所以过滤的方式 我们是用 filter 过滤里面的 所有的 表格是哪一个表格 销售 销售这个表格 逗号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那个日期 比对那个日期 Earlier 第一个就是了 Earlier Earlier就是要 后面是一个判断式 就是 销售里面的 今天这个日期 今天这个日期 所以是销售 里面的 建党日期 然后 小于 等于 小于等于 谁 他找不到 等一下再看 小于等于 我们的 销售里面的 建党日期 好我知道了因为刚刚我把这个地方 改掉了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应该不是新增 新增量子 应该新增资料行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 在这个地方看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对应到他 好所以还要再加一点肉花糊 我看一下 好 好我先把他 复制起来 参考列布存在先前的资料表里面 应该没错 好 好 对 要大理他 这边怎么办 好 我先把他改一下 这是销售总值 然后这边我们再放建档略齐 我应该放到这个地方 新增资料房 新增资料房 这样应该就对了 这样应该就对了 就是说我每一个我都可以去算出来 算出来那个值 我排 就是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累积销售了 累积销售 那我回到报表里面 报表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 重做一个资料表 然后去按照建档日期 因为他现在都已经帮我折叠好了 我就先恢复到建档日期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累积 我先放总价 我还是先放总价 这个总值还是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再放这个累积 累积销售 那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抓的那个日期 第一天会不对 第一天会不对 那因为第一天有太多笔资料了 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第一天会不对 如果说我们按日期来去做的话 会产生错误 好 那就请你们先做到这边好了 先算出来那个累积销售 累积销售的一个内容呢 可以看讲义 讲义 在第五十页 这边有完整的完整内容 可是你要稍微修改变成你的 好 请你们动手的做一下 等一下你们做完的时候 你先不要去管这个前面 你先请拉到最下面最下面 就是最后一天的冷记 这个数值跟这个数值要一模一样 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只是一个过程 它显示 因为我们有日 因为我们那个日会有很多米记录 所以不能用日来呈现 这样会以月 折叠起来来去呈现 我们知道是吗 可是重点就是 累积到最后一笔的时候 是不是跟这个数值是一模一样 是那就对了 好 来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刚刚有同学问一件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 他在这个地方 他没办法呈现这样子一个数值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个资料表怎么做 好 例如说 我今天我要呈现 那个累积的销售 我是不是把累积销售 都已经产生出来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呃 我的累积销售怎么在这边也有 来 这边顶一下 然后出现一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它做成 例如说 我有建党日期 建党日期 所以勾选这个建党日期 点了建党日期之后 可能啦 可能 你在这边 他是折叠 或不是折叠 那我们先勾 这个销售量值 就销售 总价 总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前面这个部分 前面这部分的调整在这里 直接把它调整 例如说变成有一个叫建党日期 跟日期阶层 所以我们可以勾选建党日期 它是不是就变成 按照那个建党日期来去呈现 但是这里面呈现都是单一 单一各位知道吗 就是 例如说它不能呈现 1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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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都是呈现 1月1号就是 呃 只有出现一个 只有出现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它的意思就是 1月1号的总销售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勾选 我们的这个 这个累积销售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 值呈现的方式 有很多种 是不是有一种 叫做什么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还有一种 不是日期阶层 它只是 可是 我不是要呈现到日 我是呈现到 例如说 我把日拿掉 这边是不是就呈现到月 好 那至于说这个累积 累积的值 它算的值呢 跟这边所呈现出来的值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呃 我们再研究 可是重点哦 这边你的资料呈现 可以稍微去划分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呈现建党日期 建党日期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1月1号 好 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 这个数值要跟这个数值是对起来的 这样就对了 这就是一个累积的 因为它在这里面有分什么年中的值 年初的值 年末的值 看它是用哪一个来去做代替 这我也不想得了 好 就先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请你们 会至少做这张资料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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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